郭德纲为何不喜欢参加相声老前辈的葬礼 其实与马基有关 2023年李建华因病去世 这一消息传出后无数曲一届大咖纷纷现身 蔡明更是在现场哭到根本缓不过神来 大家对二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闲人马大姐中 李建华饰演的马大姐夫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快乐 可让人奇怪的是李建华明明是相声演员 为何在相声界最有名气的德云社无一人前来吊唸 其实郭德纲很少去参加相声老前辈的葬礼 除了李建华之外 当年施圣节去世 郭德纲也没有露面 要知道早年施圣节可是给了郭德纲不少帮助 德云社中年庆 施圣节还现身和鱼谦表演了一段 但他的葬礼郭德纲却没有现身 包括与德云社交情不错的长宝华 对方去世时 德云社也无人露面 其实老郭之所以不愿意参加老前辈葬礼 有两点原因 一是怕抢了风头 二是怕被人针对 早年马基先生去世时 郭德纲顶着寒冷的天气前去悼念 尊重老前辈的报道 郭德纲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因为天气冷穿了一件貂皮大衣 甚至颜色还是庄重的黑色 依旧被人挑出了毛病 自此之后 郭德纲就极少参加前辈葬礼了 不过对待这些老前辈 郭德纲还是十分尊重的 他虽然没有去李建华的葬礼 但却在李建华去世后一年 上映了万春斗教授 老郭放出这部作品 明显也是有纪念老前辈的意思 至于师圣节葬礼 郭德纲虽然没去 但他却在前辈病重期间 多次登门拜访 与其等待对方没了去悼念 还不如生前多去关心几句 包括长宝华先生 等于社上赛演员对他始终是毕恭毕敬 此前 长宝华去节目后台 郭麒麟得知后 下台后立马向老祖道歉 郭麒麟全程毕恭毕敬 对待长宝华十分尊重 看到这一幕 谁又能说 等于社不尊重老前辈呢